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前一天在台南趴趴走 宣傳自己的政績 先是拜廟再去大學演講 不過行程中還悄悄去見了 前總統陳水扁 陳水扁在臉書PO出 跟柯文哲的握手合照 強調他不是來尋求支持的 只是以民間醫療小組 趙提人的身份路過來關心 順便來請教如何拼經濟 以及縮短貧富差距 柯正寅透露兩人會面大約一小時 主要是向陳水扁 請議市政與國政問題 但雙方支持者 向陳水扁臉書留言 馬聲不斷 柯文哲積極拉攏 聲率支持 動作還不止如此 台灣的選擇 柯文哲 520宣布參選總統的記久會 除了民眾黨的黨公職 還可以看到陳水扁的 醫療小組發言人陳昭姿與醫師郭長鋒 另外台聯前黨主席蘇敬強以及前立委徐忠信也都在現場 找回昔日神旅盟友 拓展綠營票源 民進黨立委很不以為然 我想這幾年一直是主打這個所謂的兩岸一家親 相信其實具有本土意識的這個夥伴 其實還是很清楚知道柯文哲這個長時間 其實在兩岸上面的主張是什麼 那也不會是這個本土陣營的選擇 柯文哲強選票綠營開槍就怕支持者誤判 先來請教阿苗 阿苗應該很了解柯市長的作風 這一招是不是真的很高招 路過台南就下車去看看阿扁總統 這個陳水扁前總統也在臉書PO出了 跟柯文哲兩個人握手的畫面 那阿扁強調說柯文哲沒有尋求他的支持啦 只是來請義要怎麼拼經濟 這招厲害了 不是為了選舉是全港要去關心嗎 真的關心還是掛拿給收金 來這個阿苗 我覺得這個路過說真的太假了 一個前總統怎麼會是說你路過他的家就見得到 那我是文山區的議員 我天天路過馬英九家 我也沒有見到馬英九家去跟他見 對照一下他也OK啦 你說實際上講真的 阿苗會怕握手啦 前醫療小組的召集人 那跟這個阿扁總統約好說時間去看他 其實也無可厚非嘛對不對 阿你就講阿你就說是有約好要去拜訪請義這樣阿 你要說一下路過 路過台南 就剛好去我覺得這個 姿態上不符合柯文哲一路以來他想要表演的那種好像很直率很真誠 反而有點假這是第一個 第二點這個剛剛前面有講到柯文哲很喜歡打插邊球 什麼叫插邊球意思 就是說他不會跟你手牽手跟你喊動算參加造勢的舞台 在台上站台這些 因為以他的角色現在藍綠大概都不會去為他站台 可是這個插邊球還是用銅框拍照 然後說請義啦 市政國政什麼題目啦 藝術文教啦 甚至是呢 這個羅志強站在路邊揮手柯文哲開車過去 然後他說我看到你喔 我下車來跟你打招呼喔 這些都他會做的這樣的場面嘛插邊球的場面 所以這個是國民黨要小心的啦 因為綠營其實坦白講 綠營從2014跟柯合作柯文哲說他是墨綠深綠 那一直到2017開始兩岸一家親 然後呢到了這個2018後跟蔡總統的北門會 然後再來這個所謂的在反送中啊 各種態度不明顯的這樣狀況之下 綠營很多的選民對於柯文哲他有一個抗體 就是他是經過一段長時間之後 他質疑這個人在政治上是不是一致 可是藍營選民對柯文哲沒有抗體啊 因為藍營選民現在對於柯文哲很期待啊 很多的藍營尤其是深藍的人 對他們來說唯一重要的價值只有一個 就是打敗民進黨 其他沒了 為了打敗民進黨去跟共產黨站在一起也沒關係 這就是很多深藍的價值 所以既然跟共產黨站在一起也沒關係 那跟柯P站在一起又何妨 這個是很多深藍選民的想法哦 這個大家真的要去注意 為什麼柯文哲他會非常自信說他有市場 除了一塊是年輕選票之外 另外一塊他非常確定的是這些 只想要下架民進黨的深藍會有可能被他吸走 只要他到第二名 所以現在怎麼樣到第二名呢 不管什麼票都要嘛 包括說一些這個綠營的選票他要去招手 因為蔡總統執政八年下來必然有些包袱 即便是綠營的可能也會對蔡總統一些 一些這個政策作為感到不滿 那這就是柯文哲可以去挖的這個部分嘛 然後再加上說這個他維持的聲量 其實他的維持聲量蠻有技巧的 之前這個郭還在的時候經常有說郭柯沛的風聲 那現在郭被國民黨做掉之後 柯還是經常會吃他豆腐 然後放著他的發言人出來上藍營的節目 然後說郭柯合作機率 99.99%這種言論出來之後 那也都贏了 柯的最大優勢就是因為他沒有執政過 所以他有想像空間 所以他現在是無限的在利用這個想像空間 去做他的發揮 那所以對於藍綠而言 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並不是說你罵柯 那些支持柯的選票就回來這邊 因為柯的選票並不是因為柯 執政做得有多好所以支持他 只是因為就是不滿藍討厭綠 或者是不了解柯文哲 然後因為柯文哲有想像空間 所以靠過去 這就是我們講的賭爛票 那你針對柯的這個賭爛票 不管藍綠你要解決的話 你必須還是要端出一些牛肉 證明自己比柯好 賭爛票才有可能回來 光是說柯不好 其實某種程度上他都還是有至少20%的生存空間 是柯文哲的勢力藍綠都不容小覷 我這邊先請國民黨的少廷院來看 因為除了前幾天 其實這是昨天 這個柯P跟阿扁總統兩個人來見面 那除了這個聽起來 感覺好像要拉一些綠營這邊的選票 那另外就是我們昨天也看到中東警 這也是屬於比較泛藍的縣市首長 他也是說啦 表面上要挺國民黨的人 可是私底下他說 他一定會去幫柯P的忙 一定會退送給啦 那這是什麼意思 這很明顯 柯P現在是怎麼樣左右逢源嗎 現在看起來真的2024年 變成是一個撒卡都的一個戰爭 就是藍綠白的一個戰爭 那所以其實對柯P來講 他是三組裡面 本來就是丙最小塊的 他會試著像藍綠各個兩邊 都要去拉攏 往他這邊 就綠的挖一點 藍的挖一點 沒有錯 那其實柯P還是有他的一個強項 比如說在年輕選票裡面 他的確是排在前面的部分 他甚至比那個賴清德 比那個侯友宇都還是高出很多 所以他現在到2024的1月投票之前 他盡量能夠挖多少綠的 挖多少藍的 都是他現在努力的方向 但是他有沒有辦法當選 其實從歷屆 這個滾動社民調看起來 柯要當選的機率還是比較低的 但是他變成是一個 他要爭取他在國會最大的席次 所以選民最後 我相信藍綠還是某種程度都會歸對 那這個地方其實會讓我想到 在去年2022年的台北市長的選舉 去年台北市長也是藍綠白 三邊在較勁 而且其實實力都不弱 包括你說白色是當時的現任的 副市長黃珊珊 那其實大家看黃珊珊還是藍綠出身的 他過去是屬於親民黨的議員等等 所以大家發現說最後 當蔣萬恩勝出的時候 關鍵根據我們內部的民調 因為在台北市整個藍綠 後來支持蔣萬恩到達92% 也就是說藍營歸對嘛 所以在這個沙喀都的裡面 最後大家戰略戰術都很難講 但是至少要把自己的基本盤 把它顧好 所以當柯文哲蠶食精吞 要在藍跟綠去搶的時候 我相信藍綠大家自求多福 把自己的餅顧好 我覺得才有辦法在這裡勝出 柯文哲一直不斷在出招 玉慧姊因為光是我們看到中東景 也PO文說要力挺他 因為患難請不能忘 再加上昨天PO出了這一張 跟阿扁總統兩個人握手的合照 玉慧姊怎麼樣看柯文哲現在的攻勢呢 我們先講中東景 因為中東景畢竟是兄弟出身 有兄弟開口 因為當時他在選縣長的時候 真的是國民黨一點都不支持他 也不肯提名他 但唯一一個願意牽他的手 讓他帶他進台北市政府 去看那個大數據中心的 就是柯文哲 所以他可以說是雪中送炭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上 因為柯文哲現在三腳踏當中 他也是一刀 那所以中東景在這個時間點 因為反正侯友宜他要打黑金 他就是黑金的牛鬼蛇神 現在黨中央又說他是牛鬼蛇神 所以當然挺的對象 就只有柯文哲 這個是非常明顯的 所以他這個不叫投桃暴力 就是兄弟的開口 就是你過去曾經幫過我 我現在來幫你打三天就這樣了 然後那柯文哲剛才又說了一個謊 我給各位看 這個是來自道安的統計 道安的道路安全是各地的地方政府的事 這不是交通部的事 各地方縣市政府的事情 那每一個縣市政府他們都會去統計說 那個行人 因為我們最近大家都很關心 這個行人的事情 尤其是因為台南發生了非常不幸的這事件 但柯文哲就掐頭去尾 他非常會用這種換位 然後甚至於他用錯位思考 然後來把台南的行人地域 他故意要加諸在民進黨 加諸在台南的身上 可是你光看這個數據 台北在2022 那個時候還是柯文哲執政 行人發生交通事故30天內的死傷人數 台北市是2058 台南是1327 可是剛才柯文哲怎麼講的 他說台南是台北的四倍 這個數據是道安網的統計 明明你就說謊 再給各位看 這個我們先不要管是不是新北第一 台南在這2023年12月 這個已經是柯文哲已經下台了 12月這個發生交通事故30天內的死傷的人數 台南是225 台北是377 也跟這個剛才柯文哲所舉出來的 台南是台北的四倍 這個數據是完全不對的 所以柯文哲非常善用 他用這個非常多的 四真四假的這樣子的謊言 來匡辯所謂的破殼小雞 接下來我就要講 柯文哲這個其實阿苗 阿苗不愧是對他非常認識的人 柯文哲也因此而非常討厭阿苗 我這個可以理解 因為侯友宜最好的新北市議員是周勝考 那因為他被判刑10年 那這個阿苗是柯文哲當時在台北市長的時候 最討厭的是因為你最會質詢柯文哲 問了柯文哲沒有話講 那柯文哲的假釋有什麼呢 柯文哲坐飛機出國去考察 用我們台北市民的錢辦他的畢業典禮 他說他坐經濟艙還記得那張照片吧 還坐在那個大廳的地上 還插人家的電腦來這個充電 假不假 一個市長我們台北市有要求我們的市長 要這樣子坐嗎 要去坐經濟艙嗎 並沒有 但是他就演一出戲來給你看 這個是 還有剛才他在不撐傘 在那邊那個大雨滂沱當中 然後這個好不容易撿了五千塊錢的一個頭髮 然後在那邊演說不撐傘 其實當時本來有人要幫他撐傘 那他還跟他講不要幫他撐傘 這個要展現說 他這個跟民眾站在一起 大家沒有撐傘 他也沒有撐傘 這演也要演出來 可是大家不會忘記吧 他有一個學姐現在當議員是阿苗的同事 那幫他擦汗 幫他梳頭 我們簡稱那個梳頭學姐 擦汗學姐 還記得那張照片吧 所以這也是演戲 然後媽祖這個 跟媽祖贏媽祖的時候 他的八天九夜 他贏媽祖他並沒有走完全程 然後他這個中間就跳上車 然後就馬上就趕下一個行程 到下一個據點去 但是他出來接受訪問的時候 哎呀演那個梳媽祖 跟所有的信徒一起走在一起 演得多好 騙人 還有大家還記得吧 他那個二二八演已經幾年了 二二八的搞這出一日雙塔的戲 每一年的老狗變不出新把戲來 他就一日雙塔 後來也被抓包 有坐高鐵 這個趕高鐵再往下一站 這也是被發現演戲 更不要說 他說他是墨綠的 然後他說他是二二八的遺族 然後他的阿公過世的方法 到現在我印象當中有四種不同的過世的方法 先人真的是可憐啊 連過世都要這種要有四種不同的這個死法 真的是可憐 那他在對於台灣跟中國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不管是等據也好 不管是強盜也好 不管是警察也好 他這說法變來變去 更不要講說他在雙城論壇的時候 他怎麼答應台北市議員 說只要中共的軍機繞臺的時候 他就不會去辦雙城論壇 可是他硬是要辦 那個活動六十幾萬他是硬是要辦 這些以上都是假的 所以他固然或許是對一些很年輕的 他們在社會經驗上面 他們覺得柯文哲是一個很好玩的政治人物 滿口胡說八道 而且這個社會對他有一度曾經容忍 這個覺得他講什麼錯話 講什麼出格的話 都覺得好好玩 就是一個這個白目的阿伯 可是你看到經濟系的那兩個學生 他們現在的下場 他們對於原住民歧視 對於女性歧視 對於LGBT歧視 對於胖子歧視 對於所有的人全部都歧視 那他們這些歧視的原型哪來 你看看柯文哲 是不是講過一樣的話 對於女性歧視長得漂亮一點 你就跟他坐櫃台 然後女性的不化妝上街去嚇人 30歲如果不結婚的話 你這個國家就完蛋了 他講過多少這種話 所以破殼小雞 會喜歡這樣的破殼政客 我覺得起來有字 但是破殼小雞總有一天會長大 我們都是破殼小雞長大的 長大了以後你就知道這種破殼的政客 會害台灣 2024總統大選看起來 這一次在台灣 就是撒喀都了啦 不過呢 我們現在最怕的就是中國來搗亂 習近平一直在強調說 統一是全中國人的希望 但是我們看到最近這兩天 香港的南華早報 刊登了一份民調 這個數據狠狠打臉了習近平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我們再麻煩袁老師來幫我們分析